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网课学员答义会 我们就开始了 好,那Melody呢 她的问题是 如果没有中介 买朋友的房子 买下之后 朋友继续住在里面 变成了租客 她说请问这样的操作 要注意哪些事项 那我就替大家先问这个Melody两个问题 Melody你可以把那个麦克风 打开 好的 好,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你的朋友为什么要卖房子现在 他现在是要投资一个生意 需要现金 好,OK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他住在你那边 是因为他第一不想搬家 还有没有因为呢 你跟他谈的时候 租金会比市场租金便宜 我们还没谈到租金这一部分 我给他谈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不想折腾来回帮 这个主要是我现在呢 就是预批了一个贷款 就是预批了一个贷款呢 就是我知道我能买 能买多大的房子 多贵的房子 然后呢 他这个预批贷款 如果是60天买的话呢 就一直生效 所以我就跟他谈 他说 他说我可以 反正他也不用动 到时候他就 他就返租过来 他就把他的房子卖给我 那你有没有从投资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房 适合不适合投资 就是说你的现金流 或者说 你的租金跟你的贷款相比 有没有结余啊 这些的 对 就这两天正在算这个 离你家远不远 离我家开车半个小时 Melody也留了一个很好的信息 这是我想问她的 就是我想问的是 她现在这个朋友 在里面住的状况 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爱护房子的 她整个住的 居住的环境怎么样 这个也是决定我们 需要不需要留她的 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好 那她已经回答了 这个朋友住得很干净 很不错 保养得很不错房子 好 那我就想做一个 大家来做一个po 觉得她可以留她这个朋友 作为租客的 大家打个1 如果你觉得不应该留 打一个0 好 那基本上呢 我们所有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打yes 可以 还有就是John写的 如果租客同意 做同样的毕竟调查 OK John你呢 你讲一讲 我的看法就是看这个 你虽然她是朋友 但是你并不知道 她的比如说 她的信用情况 以及她的收入情况等等 你是不是都了解 然后我刚遇到一个租客 她的人非常的好 然后收入也很棒 各种方面都很棒 结果一做背景调查 发现她有criminal record 之前是小偷之类的 然后一下子吓了我一跳 所以就你光是了解她 没有做背景调查 我觉得我不敢租 但如果她同意 一切都按照正常流程来的话 我是愿意租的 好的 刚才John呢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不管是我们认识的朋友 还是陌生人 我们都要通过背景调查 通过我们讲课的这些方式 来确认 对吧 他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 刚才那个John提醒的很好 因为他这是一对老年夫妻 他们都退休了 他们是咱们华人 他们有时候会回国 因为他们做生意 他们有时候会回国 就是说因为疫情 他最近没回国 但是正好 正说的这个提醒了我 因为前几天呢 我听他们说发货的时候 有一次说信用卡 好像是信用卡被 被哪个银行封了 好像是 不知道他一个股票 什么什么有 好像说信用卡都不能用了 所以说他给我 有时候转转转的一次账的时候 还是用那个debit卡 他说反正信用卡被封了 有两张卡都被封了 两个银行 对这个我去再去了解一下 看来还有必要做一下背景调查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那个智慧 好 是的 是的 所以赵刚才提醒的这个 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他做生意 他为了卖房 那是不是他真的 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 是吧 还有这个 我自己想到的 就是说什么 除了那个 就是你这个筛选这个部分 决定让他住和不住 那么这个呢 就连带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 房东和租的关系说能不能作为朋友 那你这个已经是朋友关系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 如果是朋友租我们的房子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跟他的之间的这个处理 就是你要都考虑到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 对这个问题 好 那没有的话呢 我呢 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租赁法规课程里面 我特别提醒大家的 是我们在租客入住的时候 的房屋状况表非常重要 刚刚收到了一个群友给我发的私信 他说呢 他最近呢 就是RTB呢 要求他 还这个deposit 给这个租客 实际上呢 这个租客 已经在租住期间 造成了 他的房子的损失 达到2000块钱 但是呢 他说因为我没有做 before和after的 房屋状况表 他没有把这个 deposit 还给租客的时候 那么RTB判决呢 是他败诉 要求他 把这个押金 还给这个租客 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说什么 我们在 给租客租房的时候 一定要填 这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因为我们不填的话 RTB是 第一 有任何的损失 你的房子有任何破坏 你是追讨不会来的 除非你去 到小我法庭 你想要问房东和租客 需要有界限吗 第一呢 就是说你说这个 你跟实际上 你跟这个租客 关系非常好 是吧 是不是你新找的 这个租客 是 我跟他新找租客 然后 我觉得 感觉跟他 交流起来很 很easy 投影 然后 跟他的关系就是 有点像 好邻居 好好朋友 那种关系 但是我又 一方面 我又怕就是 会不会把这个界限 给搞模糊了 是不是应该 还是要适当的 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还是说 还是说现在就是 so far so good 那么 也不用太concern这些 那大家 那个 一起来 讨论一下吧 你们有什么 就说在你们 跟租客 交往的过程中 你觉得 你应该怎样 处理租客 跟租客的关系 会比较好 他现在跟那个租客 非常谈得来 然后呢 他们也经常串门 孩子呢 也都有时候 在一起玩 大家觉得这样 可以吗 或者说 有什么方面 需要注意的 第一恋 我说两句 是这样子的 我个人不主张 跟这个租客走太近 因为从我自己做 就是做生意 工作上 这种关系来看 我就觉得 就是利益双方啊 不要走得太近 我觉得走太近 是在考验人性 其实因为 你们走太近的情况下呢 比如感情是感情 利益是利益了 因为这个利益双方呢 可能就是说 你们利益是互相对着的 就是他希望租金低一点 你希望租金高一点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一旦出现矛盾 那么感情利益 牵扯的在一起 非常麻烦 就说伤害也比较大 我个人是不主张的 还是保持一点 距离比较好 我是觉得这个 就是要 确实要把握这个分寸 你不管走多近吧 总之呢 大家这个 血儿不能够松 就是我们还是 把它当生意对待 万一有什么 我们是需要去提醒的 或者需要让他去负担的 那不能够因为 跟他关系好 而不提出来 每一个人不一样 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的租客 性格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要稍微的 你要首先 你要了解自己 是不是特别容易去 give in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还是说你是 比较能够把握住原则的人 还有就是你对你的租客 有多么的了解 如果你的租客 如果你不是太了解的话 那你可能花多一点时间 通过对他了解之后 我们再去 可能进一步的 看跟他的关系 可能走近一点 或者用什么方式 去跟他沟通 如果比如说 有一些人说 你对他特别好 关系特别好 有什么事情 你要真正跟他讲 讲起来business的时候 他觉得 你对我 你不是跟我是朋友吗 你为什么还这样对我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大家以后 就不太容易相处了 但是如果他这个人 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就是大家 该按规矩办事 就是按规矩办事的 那可能就没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你自己吧 Amy 你要了解一下你自己 和了解一下 你这个租客 然后看 怎样的这个方式 去相处 谢谢 谢谢 你回答 回到我心坎里去了 就是慢慢的看吧 因为我觉得了解一个人 是第一呢 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 第二呢 了解一个人 是需要大家在一起 我说的是共识 就是有事的时候 你才能看住一个人的 如果大家都是平常 没什么事的时候 你看不到一个人 真正的他的心理 是怎么样的 是的 谢谢